港珠澳大桥恢复24小时通关 本台记者崔可军周日通关首日搭乘私家车 从香港经港珠澳大桥前往珠海 两边口岸用时均不到10分钟 整体用时只需40分钟左右 那么今天搭乘的两位上线人士的私家车呢 现在正在从香港呢前往珠海 那么现在马上要抵达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 那时间呢是下午2点40分左右 让我们看一看从香港出境到入境珠海 会用时多久 在下午时间的2点50分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香港口岸的时候的查验程序 那海关的工作人员呢是查验了车上所有人士的身份证 那之后呢就已经是顺利的来到了港珠澳大桥上 而桥上目前的行驶车辆也非常的少 预计我们可以在很顺利的在40分钟之内呢 就可以抵达到珠海口岸 我们大概花两三分钟的时间呢 填好了这个正方申告码 有了这个码一顿我们就可以去抵辑 这下午3点40分左右呢 我们已经是通过了珠海的海关 正式地抵达了珠海 那么我们从港珠澳大桥上下来的时间 大概是在3点20分之后呢 大概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来填写了一个申报码 之后呢车上的随行人员要下车来经过珠海的海关 那经过珠海海关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提交我们的身份证明文件 也就是回乡证 以及我们刚刚填写的这个申报码 海关人员呢 没有要求我们出示48小时以内的 核酸一性的证明 相信呢 是因为在香港的口岸呢 已经查验过了这一证明 那总的来说 从2点45 我们抵达香港口岸 直到经过港珠澳大桥 再到抵达珠海呢 整个流程的时间呢 只是用了40多分钟 而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顺畅 没有出现一些情况 那么以上呢 是凤红医视记者崔可君 发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的报道 发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的报道